妳是順便講一下 那時候可以說握手那個事情 那個一直沒有操作 妳好 妳本人在搞什麼 那個女生是我的朋友啊 她先生跟我們是非常好的朋友 那種握手看起來就很German好嗎 就從這樣子重重的拍下去 我只能說她現在真的是頂流了 就是她的一舉動非常受到矚目 連拍個別人的手都可以傷頭條 想問說最近好像有很多酸命 酸命 妳的貼文底下就是 妳要做什麼整形 然後什麼之類的 就是妳如何去應對這樣算的 到這個年紀了不動用一點點 這個小醫美的話也是不行的 我覺得這個很正常 因為女生都愛漂亮嘛 然後這也是我的工作一部分吧 但是我覺得我媽給我的底子還不錯 所以雖然有一點點 但是呢臉沒有僵 就是我覺得我們家是比較抗老的DNA吧 然後我自己也很保養 然後其實在家裡 秦先生也幫我照顧得很好 我也沒什麼需要操勞的 所以就可能歲月比較沒有寫在臉上 嗯 也不會啦 就有點習慣了 因為我在這個行業也蠻久的 然後我覺得到我這個年紀吧 只要有什麼消息 如果我覺得需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其實一定會分享 因為我已經 唉到了這個年齡 真的是非常坦然的去面對人生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現在就真的沒有消息 然後的確就是普通夫妻嘛 聊孩子啊 然後孝敬父母啊 因為父母年紀都大了 然後 都是採米油鹽醬醋茶的事 女生是不是很想像 那時候被說握手的事情 那個一直被操作 你好 你本人一直在搞 那個女生是我的朋友啊 然後他們因為明年要合作一個戲劇 然後他直直約了我生生很多次 然後那個我都不在嘛 我當時也是在海外 所以就 那天我也在現場啊 能幹嘛啊 就是被你過來的感覺 就是被做文章 你就在這裡 就是先拍到他們兩個 他先生跟我們是非常好的朋友 那種握手看起來就很 很哥們好嗎 就從這樣子 重重的拍下去 我只能說他現在真的是頂流了 就是他的一舉動 非常受到矚目 這也是我當時壓寶 只能說老公終於等到有一天 連拍個別人的手都可以傷頭條 老婆等到這一天了 非常的驟傲 跟著 john 也對 對 像李� Jakobs 從老公 公灯 了 , 現在 衝她 我